17岁时她出演《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22岁时她是旋风少女中的若白 是微微一笑很倾城中的肖奈 28岁时她是《你是我的荣耀》中的渔徒 那个跳着蒲公英的少年依旧绽放在舞台的最中央 07年出道的杨阳近期因和迪利尔巴合作 《你是我的荣耀》再次重回人气顶流 由于是小说原著库曼亲自担任编剧 所以这部剧没有进行了糟心的魔改 反而在剧情上高度还原 绝对是一部原著党的胜利 剧情上除了主线故事发展 情节台词和原著一样外 KTV告白 沙发扑倒 沙漠探班和集体婚礼等 原著中的名场面都进行了一一还原 更难得的是原著中的很多细节也都完美复刻 比如乔晶晶与于途初见时的穿着 打亡这比赛时代的兔子尔环等 精心的剧情设计加上俊男美女的深情演绎 让许多人入戏超深 纷纷喊话拜托两人原地结婚 而杨阳和迪乐巴CP感也从戏内延续到戏外 不知正片里互带眼神带电 在花絮中也互动自然常常无视于旁人 沉浸于两人幼稚世界 就连私下访问也很有爱 杨阳和迪乐巴一对看就笑场 让访问过程也仿佛在看一部偶像剧 两人在社交平台上也是疯狂互动 不仅卡点互相关注 而且同时发布相互喂食的照片 简直是甜宠剧里的发糖大户 两人的首次合作 杨阳称赞迪乐巴 性格活泼又可爱 很机灵又有点皮 在拍戏的过程中也会给出意想不到的反应 让两人一来一往 对戏火花十足完全就是本色出演 从杨阳看她的时候眼里带光 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说起来杨阳和长歌星还挺有缘分 不仅和女主迪乐巴有合作 和女儿赵露丝也合作古装剧 且是天下 不过杨阳对待两位搭档的态度 那可是非常明显的 和热巴在一起是两个人的互动 但是跟赵露丝在一起 完全就是合作伙伴的关系 除了具本要求的对手戏 与赵露丝一直是避嫌保持距离 在这部剧官宣之后 杨阳也发布微博进行宣传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杨阳此次只放了一个短视频 文案中的配文是 久等了再下风蓝溪 在这条动态中 杨阳只at电视剧 且是天下的官方账号 而在你是我的荣耀官宣时 杨阳发布的第一条宣传微博 就at了敌露丝巴 在原文中杨阳写道 你好随处可见乔晶晶 除了这条微博之外 杨阳在发布杀青微博时 也同样at女主 敌露丝巴 并且还配文 鱼兔杀青啦 感谢金金的导药罐 鱼兔导药有罐子了 从杨阳发布的宣传微博来看 杨阳对赵露丝的官宣 显然就低到许多 对比杨阳的公事公办 赵露丝似乎更热情一些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在杨阳生育当天 赵露丝也在某社交平台上 分享了一个生育蛋糕的照片 根据上面的羊和兔子 似乎亦有所指 但在绯闻逐渐发酵之后 赵露丝却悄悄删了蛋糕照片 杨阳这边的工作人员 只好用运营小号发文 表示 未涉及茶类经营项目 配图不信谣不传谣 可以看出是辟谣 评论区里 网友也是理解各异 有人觉得就是单纯的辟谣 杨阳没有开奶茶店 有人觉得 这就是在暗指赵露丝 一时间各种猜测诱起来了 根本停不下来 除了赵露丝以外 杨阳也和做过不少女演员 其中也传出过几段绯闻 第一个就是李庆 说起杨阳和李庆的恋情绯闻 已经是比较古早的事情了 因为时间太久远 以至于有些二纪网的吃瓜群众都不知道 不过他们的故事也确实发生在 网络还不那么普及的时代 据说两人都是对方的初恋 那时候李庆是昆曲出生 那年18岁 杨阳17岁 正是青春懵懂事 两人的相识 源于李少洪导演的那版《新红楼梦》 所有演员们一起封闭培训整整三个月的时间 大概是日久生情 一个演成年贾宝玉 一个演少年薛宝钗 明明没有对手戏 却是最亲密的一对 红楼剧组一起游玩那么多人的合影 两人永远会挨着靠着 就连湖南台评最佳荧幕情侣都把他们俩给选上了 在领奖时 记者问到大家心中经典荧幕情侣是谁 两人一口同声地说喜欢泰坦尼克号 《新红楼梦》之后 杨阳和李庆一起合作了几部作品 感情越发浓密 各种微博互动 两人一起夜游黄浦江 一起过圣诞 海一起跨年 映然一副小情侣的氛围 不过随着两人事业的发展逐渐开始有了距离 李庆成为力捧女主 而杨阳却还默默无名 李庆和老板儿子林申的绯闻传出 杨阳的男主位置被抢等 都成为杨阳和李庆分道扬镳的原因 时隔多年 没想到两人又因为一张背景图 传出复合的消息 不过似乎也只是传闻罢了 宋倩和杨阳的姐弟恋也曾传得轰轰烈烈 两人是一三年拍简镇齐员时认识的 当时被罢出各种情侣衫 情侣帽还有一些亲密互动 因此传出恋情绯闻 宋倩回国后恰好也签约杨阳所在的经纪公司 两人更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杨阳和李庆被传分手时 称自己不接受姐弟恋 之后又说自己可以接受四岁之内 好巧不巧 宋倩刚好比杨阳大四岁 两人姐弟恋的传闻越来越真 还被媒体拍到同居视频 16年杨阳拍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时 宋倩也被拍到过曾经前往探班 一时间双方粉丝吵得不可开交 杨阳发文一丝否认恋情 而宋倩也亲自否认恋情传闻 闹得也是不欢而散 和宋倩的绯闻刚过 张天爱就登场了 两人在拍《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时相识》 之后又一起合作舞动乾坤 张天爱是个果敢的女孩子 虽然没有李庆年纪大 可是演的角色代入感极强 让不少观众觉得 戏里戏外奔放的她和柔情的杨阳 都是最美的互补型恋人 恰好有媒体捕捉到 两人一起穿情侣 陈衣逛街 关于两人在一起的绯闻 瞬间在拳往飞起 当时有知情人士爆料称 两人已经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 还是杨阳追的张天爱 绯闻在两人拍摄舞动乾坤时 迎来高潮 路透视频里亲密动作 和一些模糊的约会照片 让这段绯闻更加扑手迷离 甚至连著名狗仔卓尾 都发文暗示 两人在一起 不过没多久 杨阳就亲自出来辟谣 和张天爱之间纯属绯闻 希望粉丝们能好好学习 不要听信这些八卦 于是这段绯闻便正式搞破 至于他们是否真的曾在一起过 恐怕只有当事人才明白 还有杨阳和乔星的恋情 有网友称自己偶遇 乔星和杨阳一起逛超市 还拍到了背影照片 从身材和腿形来看 和杨阳的相似度极高 衣服和鞋子也对上了 还有网友的爆料 似乎都在印证着 这一恋情之说 随后 疑似乔星的小号被拔出 大量关于杨阳的内容 像极了小粉丝 还有一些关于恋爱的记录 宛如患得患失的小女生 事实上 杨阳和乔星曾是大学同学 多年后传出绯闻 也真是缘分啊 不过双方都否认了恋情 一说 对于这些复杂的绯闻 杨阳从未在意 而事实也证明 这些都经不起时间的消磨 只能说 杨阳的长相 确实着桃花 近日正在录制的 番茄台 2022年跨年晚会阵容曝光 杨阳迪六八又将同台 迪六八称 自己现在还是单身 杨阳也表示 没有女朋友 如果两人真的能在一起 也是一件喜事 如果没有可能也尊重她们的选择 祝福她们各自能寻找到自己的幸福 不知道能不能蹲根 你是我的荣耀续集呢 期待两人的再次合作 我先年纪二三万元的这些 你不想要 我有沒有朋友 感谢观看